几年前的曹芳还有头发 参加日落东丹被老外帽到后当场爆出国粹 如今的曹芳参加nice街头 被小伙定板盖帽则是说道 好帽 我好开心 曹妍也在评论区调侃道 证明这是你老啊 曹芳从CUBA时期走入大众的事业 再到后来加入传奇街球球队 CEO让他声明确起 他也为职业梦想付出过努力 也见证了互联网篮球的飞速发展 时过境迁 曾经的那个桀骜不驯的追风少年曹芳 都已经33岁了 但他还依旧在篮球场上奔跑 如果街球圈将颁发全情奖 那么这个奖一定属于曹芳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街球比赛中 看到他的身影 即便是年龄33了 但依旧为大场面而生 当曹芳路人王总决赛 闯进八强呐喊的那一下 好像回到了12年CEO选拔赛梦开始的那一刻 曾经的曹芳年少轻狂 桀骜不驯 可他终究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 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曹芳被盖茂厚得的笑 或许是感叹自己终究是老了 或许是感慨出现了更多优秀的年轻一代 因为有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完成他未完成的职业梦 去续写他的街球传奇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